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在簽署ECFA之後呢 WTO的秘書長拉米呢 昨天接受專訪的時候 肯定兩岸簽署ECFA 而今天總統府的發言人 羅志強進一步補充說 民黨黨主席蔡英文 在雙英辯論的時候呢 曾經扭曲拉米的談話 為自己的反ECFA論點來背書 現在拉米也正式發表 其對兩岸簽署ECFA的正面評價 羅志強說 我們很好奇民進黨還要繼續 在奧媽 就是拉米WTO的秘書長 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又來了 聽一下蔡英文在雙英辯論會上 怎麼談拉米 我告訴你 在今年的4月的16日 這個WTO的秘書長拉米 曾經在4月15號做了一場演講 他是一個主張自由貿易協定的人 是一個主張自由貿易的人 他是前階段在歐盟負責對外談判事務的人 現在是WTO的秘書長 他在4月16號他講 他說開放貿易不是萬鈴丹 不是國家經濟繁榮的保證 蔡英文當時說呢 拉米覺得這個簽ECFA不是這個國家繁榮的保證 不過現在拉米非常的肯定 拉米WTO秘書長的發言有這麼重要嗎 看是這一集對這個國民黨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的說法跟蔡英文完全相反 他等於是幫國民黨背書 所以羅志強發說那個新款是沒錯 他簡單來講他就說 肯定ECFA是台灣達成整體實際貿易的重大作為 甚至是重要作為 可以呢達到什麼改善兩岸關係 促進產業競爭力和世界經濟整合 就是等於說台灣是走出去的 跟世界要接軌的 而且他有提到說未來我們跟其他國家簽訂FTA是便利的 然後如何如何 那提到非常的完整 而且可能我們吸引外資 在這篇裡面我覺得對國民黨來是重要的 那現在回歸過去的 所以有正面加分的 對會正面加分 等於說蔡英文在辯論會裡面提到 這個本來是可以將這個國民黨一軍的 結果現在你看你們V下檢出來 反將蔡英文一軍 過去這個WTO重要的談判代表 你今天如何去解釋拉米對國民黨的一個背書 就是蔡英文即將回答 課題已經超越狗那個層級太遠了 主持人我回答一下 因為這個桃園劉先生剛剛提到前一段 他說他關鍵來說叫馬英九清軍廁 其實在2008年7月 邱毅就叫馬英九清軍廁了 那這個沈富雄沈醫師是叫要搶救英九大兵 為什麼這樣講 我不要談那個所謂的狹羊自重 但是把拉米這個東西當成一個issue 當成一個agenda要去setting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很蠢的行為 大部分人是聽不懂的 什麼叫WTO 拉米是誰啊 拉米瑞姿的拉米 沒有人在聽這個 就是在馬英九旁邊的一些人 恐怕是馬英九自己就說 咦 剛好我們叫中央社當成傳聲筒 來去書面專訪WTO的名字 那書面專訪你的問題是什麼 我是你的書面專訪 對啊你告訴我拉米的答案 那你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不是要看那個全文 因為英文我看不是很懂 他認為這是有效 他認為這是可以修理蔡英文的 他可以用拉米來去打蔡英文 你在雙英變你已經贏了嘛 就那個辯論頁你是贏的 就不管是那個民調或是蔡英文 承不承認也好 你是贏的嘛 那你現在問題不是拉米與否嘛 而是民進黨在擺明在立法院 我就要跟你搞嘛 我就要用政治問題修理你嘛 那你抓拉米出來幹什麼呢 就是搬出拉米來 民進黨還是會繼續杯葛 一定的嘛 你就像羅志強這樣的人說 他當然搬人說 欸你這個說狗也有意見 羅志強要出來回應啊 然後中央社一個專訪 總統府要拿來用啊 所以國家通訊社已經沒有那個角色了 中央通訊社已經變成是一個文宣的管道 然後羅志強說你去公圍啊 那我都不會 沒有人會 如果認為這個是有效的 那是對社會情勢一個很嚴重的誤判 欸我們來拿WTO秘書長呢 我主持人我恕我愚昧啦 請問拉米是哪一國人啊 我們進廣告查一下